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烹饪游戏还可以故事驱动啊 玩一下看看 他在说什么语言 这人物造型还挺卡通啊 感觉有点像那种我的世界里边的人物啊 但是又稍微精细一点点 也是这种低剑魔风的就 他们开着一艘船啊 来到哪了 倒安布罗西亚了 伙计 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 德斯特那主角叫 为什么没有停靠在主港口 不好意思 我不想跟你谈论这个 你这船长脾气挺大呀 我们就举办个小型的道别仪式吧 喂 你们 所谓的道别仪式就是直接把我给扔出来是吗 别再偷 哦 这个主角是偷溜上人家船的 我还以为你是付钱了呢 哎 怪不得人家态度这么不好 我真是自找的 那我现在要干嘛呀 哎 看一下 我们往哪走啊 感觉应该不是往这走 怎么感觉有点像RPG游戏啊 这让我们探索吗 这是啊 这里有个士兵 站住 你刚下船 在这里瞎的 算是吧 哦 那我得麻烦你出示一下官方准入许可了 我没有那东西 啊 那你不能通过 好吧 你看我比老鼠都穷 不过要我份文件 什么文件呀 你这些政府工作还是去找队长吧 队长在哪里呢 我的右手边 渡口总部里 右手边 这里什么 我想找队长 怎么每一个人都想从我身上挖墙 哎 进去找队长了 港务局啊 队长是干嘛 喝醉酒了 你好 你想干什么 我是来领取官方准入许可的 你想要这东西干什么 门口的守卫要看 老天爷呀 你就不能给他点好处嘛 别来烦我 果然是只是想顺便 顺便敲一个竹杠啊 那我还是宁愿按规则办事 因为我身上穷的一分钱都没有啊 访客还是居民 应该算两者都是吧 一天工作结束前最后一分钟还要处理这些 这可真是我想要听到的 队长很不爽啊 我第一次来这儿 但是我有资产 什么资产啊 我的天呐 这是卡拉米托萨别墅的地气 哦 应该是个豪宅啊 不过你并不是产权所有人 这是封好的居住证 你的别墅就在东边的城墙外 OK 如果你住在上城区就可能会 不过没人在乎下城区啊 所以你立马就能成为居民 欢迎来到安布罗西亚 你可以干嘛了 怎么还打型号了 是让我滚蛋了是吗 南大门的斯佩克列兵就挺不错 快去吧 这里的人怎么回事啊 感觉都很没有耐心 前往南门 你们这样不行啊 你这样 是不是人民的公仆啊 那个什么都没有在守门了 看来他只是想赚快钱 哼哼 我在乎这个做什么 南大门上北下南 这里不应该又是南大门吗 然后他这里边方向是道的 我这里在干嘛 这帮人在这干嘛呢 这个应该不是南大门吧 这里没人哎 请问这里是南大门吗 哈先生 你觉得这门是朝南边吗 这门是朝东边了 这是东大门 他同时还朝着西边 所以这也算是西大门吗 反正不是南大门 门的名字不在于朝向 重要的是地理位置 朝南的门根 用其所在的区域也可以是最 哎 你不要在这纠结这些东西好不好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用门的朝向来决定 OK 斯佩克列兵 他在南大门 在南边 在你的右边 在我们的右边 这是东边 左西右东 那我们就应该往这儿走是吧 可能也不能跳啊 这里这是在干嘛 魔法吗 斯佩克列兵是哪个 真是风景如画 有人吗 我好想看到栅栏旁有个人 斯佩克列兵呢 不会是坐在这儿吧 他你就露出头来了 你会是觉得我看不到你是吗 这要干嘛 怎么直接把我们压倒了 可爱想 搞什么 这两个人 别突然出来吓人 不好意思 我在柜台下存一点东西 但是你没有按铃啊 你必须按铃先生 他之所以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是啊 用来砸别人的头嘛 还有那个诡异的人体模型 对啊 我还以为那个是他 那是假人士官 假人 假人士官 假人啊 好吧 这谐音梗 我是德斯特啊 卡拉米托萨别墅的新主人 船长说让你来给我带路 先生 你该不会是想去那里吧 怎么了 那个别墅那里怎么了 不先生 你不是住在那里 你是会葬身在那里 那里怎么了 看来那个地方很危险的样子啊 你可不会有子孙的先生 你在那个地方一个晚上都待不下去 那里被恶灵诅咒了可还行 这栋别墅世世代代都在闹鬼 每一个仕途住在那里的人 要么惊恐的逃走 要么就死于非命 啊 没人敢住在那个恐怖的地方 有人看到过鬼魂 每晚都听到被诅咒的人 恐怖的尖叫 这可还行 那就告诉我要怎么去 那个该死的屋子吧 所以说了半天还是要带我去 是吧 应该在头上还搞了一个火把 好可爱 就在那边先生 欢迎来到你的新家 哇塞 感觉很大呀 为什么要搞个绿灯啊 怪晒人啊 你肯定是在逗不 这就是卡拉米萨拓别墅 你是说我用我余下的一点点钱 买了这个地方 我想卖给你这栋别墅的人 肯定骗了你 但是这 这是我认识 他怎么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啊 我的天 这里真是巨大 我见过不少贵族 他们的土地都没有这么大 但是有诅咒啊 还有鬼魂 好吧 他看起来男主不怕 男主是个无神主义者 幸运之神终于眷顾我了 我觉得你高兴太早了 我我警告过你了 以防你半夜尖叫着逃出逃出来 我会时刻准备帮你开门 好吧 拿着这盏台灯 你会需要它的 按下Y键打开仓库 选择灯台啊 OK 按下Y键 可将物品拖进快捷栏来创建 OK RB 被它拖进这个快捷栏是吧 怎么拖进来啊 好像也没法拖吧 怎么拖呀 OK 去前往我们的新家 怎么跑啊 好像也没法跑 是吧 他走吧 我们这个新家很大啊 感觉 我那个灯笼怎么又被我放下了 不会我们刚去然后就看到鬼了吧 不是吧 应该不会吧 你听这个声音 感觉这里好阴森的样子 进入房间 真是难以置信 我有庄园了 都是拜鬼故事所赐 这是无稽之谈 我敢保证我的住户绝对不邪恶 唉 小伙子 我觉得你年轻了啊 说不定这里真的闹鬼 要不然人家不会那么便宜卖给你 把所有房间的灯打开 好好看看 要确保没有熊或者流浪汉 呃 哎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给装上 使用蜡烛 OK 这里真的很宽敞 有非常多房间储存放物品 电燃锅炉 哦 这里还可以用锅炉啊 这里还有个厨房 是吧 从这边好像可以上去 哎 我怎么上不去啊 哦 从这 这里有灯吗 哦 这里有一个 壁炉 OK 房间可真是宽 哎 上边怎么有一个人头发绿光啊 不过话太糟糕了 怪不得被留在了这里 学习可还行 然后我还要干嘛呀 看一下这边好像还可以往里走 这边有个蜡烛 这里应该是卧室吧 还有块舒服的木板床 至少有个枕头 啊 你要在这儿睡觉啊 是时候去睡觉了 那首先我们得把那本该死的书藏起来 什么书啊 他这是拿了本什么书啊 来吧 睡一觉 不出意外的话 你会被死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 我能做的就是忘掉这件事 哎 你睡梦中怎么到了大海上啊 所以这一晚上就无事发生是吗 那我们这不是转到了吗 哎 你连衣服都脱了 而且你这个床上连被子都没有 新物品 德斯特服装 泳装 泳装都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哎我怎么穿衣服啊 这是空宝箱 这里是干嘛的 哦 这里是换衣服的 换个泳装 好 换上 然后我们去厨房检查一下啊 毕竟我们是个厨师对吧 厨子 要靠厨房来那个生活啊 检查一下锅 怎么什么都没有 我想我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加快点 如何快点赚到钱了 哎 怎么回事 地震了啊 怎么回事 调查骚动 好像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感觉附近有什么东西坠毁了 看一下 哎 这是啥呀 搞得好像这房子一开始就不够糟糕似的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搞的这一团糟 啊 这什么 鬼啊 鬼啊 耕地再开发单位 K28开始启动 请问您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吗 对没错 启动耕地恢复协议真的扫描作业区域 发现优质土壤 发现了高浓度的魔力物质 作物收成可能和预期标准间存在较大偏差 这是干嘛的呀 需要进行土壤检测 本机体由于在着陆过程中受到损坏无法执行 切换到二级手动模式 使用附带的鱼头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挖几个洞 然后冻下以提供给你的评测用素的 哎 所以可以种地是吗 结果 结果我又要在这种地是吗 这个我怎么把它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菜单里 我用鼠标 那还是得用鼠标了 哦 种子 啊 不 哦 我这是一个是吧 OK 可以种种子喽 怎么用啊 这个怎么用啊 A键是7啊 那我们在这多挖几个呗 然后要种这么多种子吧 4加5加6是一共是95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哦果然一个里边只能种一个 德斯特刚刚通过种植种子获得了一些精神经验 当精神经验条充满时相应的技能等级会每次增加0.5 直到达到最大值 技能等级会决定德斯特进尺时 能获得多少烹饪等级的经验 参加其他活动会提升活力或精致度 哦好吧 这两个会决定他进尺时获得的主厨等级 看来我们升级是要通过吃东西啊 这可还行啊 把胡萝卜给放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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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萝卜也没了 哎 好 好 在这放一个土豆 好嘞 都种完了啊 可以了吧 哦 是没土地了 好像 那我还是得挖是吧 好像还没种完 哎 这还早啊 感觉啊 哎 这一块地也太大了 哎 这感觉好像挖歪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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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外边的给砍了吧 哇 啊 啊 哎 这木材可以剪到 要多少块木头啊 他也没说好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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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到三块木头就可以了 让我砍多了 嗯 嗯 这个剑出来的是这个啊 这个任务啊 任务叫主菜可爱 你三个本地的木材 你三个本地的木材 你所需材料便使用魔力构造机 组装一个储物箱 按X键打开建造菜单 OK X键打造建造菜单 这怎么建造呀 哦哦在上边 六个木头 哦好像直接就可以建 我们在哪放一个呢 在这儿放一个吧 门口 对 好 哎 这样好了 OK 找他 储存空间可接受 你是否要进行进一步的建设规划 这是当然的了 这东西简直太神奇了 继续给我创造奇迹吧 一次加巨木厂蓝厨 巨木厂可以将原材料加工成建筑 材料 啊 看一下我们怎么制造啊 继续木厂 要六块木头 不够了啊 那我们得去砍个树 好去砍个树 好的 可以了 看一下我们还见到哪儿啊 到这个旁边吧 这玩意儿好大呀我靠 你出的有点太大了 这可以转吗 啊 好像不能调整方向是不是啊 好像不能调整方向啊 来吧 哇 哇 好大呀 这玩意儿可以干嘛 锯木厂 可以在这造东西是吧 海鸥蛋 锯木厂 木板 苹果木板 这都叫木头啊 OK 我们先去 先去找这个魔像啊 他应该要让我们给他锯什么东西 这感觉前半 这部分感觉像在玩那个物场物语啊 检查作物生长情况 比起检查结果返回 可还行 这才刚过了几个小时 不可能长出来的吧 好吧 他的植物应该是 哇 你这个植物长得也太快了吧 啊 你这什么打了什么化肥啊 太强了 我就给你准备了些蔬菜而已 检测到异常的增长速度 魔力之间的共鸣是植被的发育程度提高了 百分之五十万克还行 百分之五十万还是多少 五千倍的增长速度 魔力的影响效果是被严格限制在 英飞泥共安全系数以内的 这可以吃吗 正在进行食品基础加工 预测成绩 简单单身机械式的烹饪小贴士 啊 所以我们要开始烹饪了啊 看一下 嗯 怎么弄啊 在别墅的厨房里做一道菜 来吧 我们来试试新厨房 我把烹饪书调到哪儿 放到哪儿了 来吧 看一下啊 如果则斯特想成为这里最优秀的主厨 那么没什么地方能让能比家里的厨房 就让他勤奋工作了 选择西红柿来开始烹饪吧 OK 然后呢 食材在烹饪时会释放出活力 红色的是活力啊 蓝色的是精神 精细度是黄色 每种食材都有一套数值 但更高等级的食材的数值也更高 活力精神和精细度会添加到你的菜肴得分中 在烹饪对决中就是如此 按住B键进行找吧 明天这些点数 B键进行找吧 哇 可以一直加红色啊 来自活力精神和精细度的分数会在这里被添加至菜肴得分 我们再来加一下食材呗 很注意如果你把食材放置的太久会被烧焦啊 这时候只会减少 摇动锅子来避免它被烧焦 哦还可以摇动 你需要三种食材才能烹饪出来 那我们再放一个土豆进去对吧 然后再放一个胡萝卜 OK 持续烹饪食材直到活力精神和精细度的素质都被提起出来为止 OK 来吧搅拌一下 好嘞 搅一下锅子啊 干的漂亮 这道菜做的非常完美 你可以上菜了 现在按X键 哇 可以上菜了是吗 西红柿奶酥配海盐蛋壳加橙根汤 烹饪好的食材 菜肴会被存放在物品栏中 你可以在那里装备和卸下它们 或者安逼快速卸下 OK 哇哦 可以啊 我怎么卸不下来 OK 卸下来 已经做好了 去找这个魔像 嗯 将 请使用厨房 将农作物加工成料理 并将烹饪成果 再去测评 送菜时 请先将料理确认整备到料理栏中 这啥意思啊 哦 我们要拿着这个给它是吧 给 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瞄钟 植物安全可实用 还没吃早餐呢 要不然我在厨房的桌上吃吧 OK 多吃蔬菜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 呃 去这个桌子上把菜都吃掉 啊 我首先需要装备我想吃的菜 好的 然后我们来装备一下 进食 哇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啊 德斯特的活力精神和精致度技能 会对菜肴得分中的相应口味值 进行加成 这些数值也会转换为主厨的等级 OK 哦 很不错啊 你这一直在涨分啊 陈0.5可还行啊 提高泽斯特的主厨等级 可以解锁食材的协同 这些加成可以大幅提升菜肴得分 只需要在烹饭时匹配相应的食材属性 即可激活 哎 这里 这里这个是什么啊 OK 我们可以去找模型那个石像了啊 这些我们已经吃完了 鞋铜支持模组以及和优化提供的食材并回报 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了解鞋铜 我们来看一下啊 应该烹饪一道就有鞋铜性的菜 OK 当某些食材相互匹配时会出现鞋铜效果 有三种方法可以激活鞋铜 我们就从这根萝卜开始说起吧 OK 当烹饪锅控制并且加入的第一道食材 是这个萝卜时就会激发激活它的鞋铜 就是加五个萝卜啊 把这个萝卜放进锅里 OK 然后呢 食材有两个属性 在被放进锅里以后 会显示在这里 胡萝卜的属性是土地和蔬菜 OK 鞋铜与鸡铜 加五鞋铜里面加成已经添加到菜肴得分了 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呀 小干一下 我们来看看下一种激活鞋铜的方法 西红柿的鞋铜加成 加五可以通过其他拥有 土地或者这个蔬菜 胡萝卜正好拥有这个 OK 把西红柿和胡萝卜放到一起 哇 就鞋铜了是吧 加五鞋铜已经被添加到菜肴里了 继续烹饪西红柿 在你准备好之后 签着 增加最后一道食材吧 看一下最后一个食材啊 土豆 它的好像也是土地加这个 土豆的鞋铜加成加五 可以通过特定的食材来激活 它可以通过西红柿来激活 OK 哇 加了十五了啊 这相当于就 继续烹饪食材 直到将所有的口味的提取完毕 提取一下啊 好上菜 这次的菜跟上一次明明就是一样的嘛 嗯 哦 不一样了啊 打蛋胡萝卜配西红柿 那我现在要干嘛呀 回去告诉魔像 走了 这感觉就是物场物语 然后又加了一个烹饪元素的游戏啊 全局综合评价S++ OK 请使用已提供的蓝图建造一个风车磨坊 风车磨坊可以将产品进行精炼 并合成新的物品 如果你将蔬菜加入它的魔车中 它就会将种子分离出来 OK 想要造一个床但是这个魔像否认了啊 建议去看看附近的居民 你使用一下当地的木匠好吧 按这个键打开这个菜单 可以坐风车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造了呀 要三个木板 那我们先去砍一砍 再去砍个木头啊 哎呀 这外边其实木头还挺多的 好嘞 好嘞 那这还有 嗯 嗯 我这个是需要木板三个啊 木板的话我们就需要用那个 那个加工的机器来做木板啊 我们多砍点 好 应该差不多够了啊 应该差不多够了啊 去做木板吧 但是跑起来感觉这个姿势好可爱啊 做木板我们来看一下啊 木板需要三块 做了一个木板 再做一个木板 再做一个木板 那好像还少了一个木板 对吧 那我还是得再砍一棵树 一棵树就掉三个木头啊 好嘞 好嘞 搞定了啊 那就可以造风车了 哇 这个风车好大呀 而且我只能建在这里是吧 就放这儿了 OK 然后我们需要在城里四处打听一下 斯佩克没准能帮上忙 OK 这风车这里可以做什么呀 哦 可以做大米种子 树种子 它这边是可以做种子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菜有没有长出来的 好像没有啊 OK 那我们还得去找那个斯佩克 就是一开始领我们来的那个卫兵啊 哎 我们家实在太大了 你说我们出趟家门这么不容易 对吧 那边还有这个任务指标啊 离任务还有五十多米 哎 这里怎么会被堵上了呀 站住个诅咒的坏蛋 你给我站住 不准我进入为啥呀 料理的堡垒我必须保护它的精神 别想了坏蛋 你想把被诅咒的泥土带进我们的城市 那不行啊 你试着在里面种点东西都知道了 我必须承认这东西比我想要的起下的快呀 那怎么办啊 你要证明你很纯洁 请接受我的对决 对决可还行啊 料理对决 我们还要比谁的这个饭好吃啊 神兽 神兽是个马 驴子啊 他就是个头戴着蠢帽子的呆驴 好吧 决战到对你作品的可实性没有任何疑虑为止 那我就要做一个食材来战胜它是吧 还没有准备好 我还没有食材呢 那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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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了啊 这应该就是战斗界面 我没有食材啊 关键是啊 土豆啊我也有 胡萝卜 西红柿我也有西红柿啊 排泛桥从你的农场里品尝三种特定的原料 哦 我就必须用这三种做是吧 胡萝卜 那个土豆 然后胡萝卜 然后西红柿 来吧 翻炒一下 上菜 哇 两个人端出了自己的菜啊 Round 1 还有Round 2嘛 谁都好吃啊 应该是我的吧 二 不是他怎么200啊 Are you kidding me 烹饪的时候锅里的活力精神和精致风味保留不动 用冰的他们消失前仔细搅拌 哎 完了 还有用调味酱呢 调味酱就可以决定这个香气 观色亲爱的 还可以观色 这个驴居然还可以用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加50分 那我的呢 加4分 太辣了是吧 加5分 高尔分 68分 我们的应该赢了 我们三种都有 对吧 那像疯癫一样抽搐是怎么回事 在对原料进行评估之后会品尝它 它会分别给活力精神和精致度打分 好吧 看起来它不太会做饭啊 我的应该会赢啊 因为我的三种它的调的菜都有 哎 可以啊 你看 先给加50 又给加50 好 再加50 赢了呀 赢得彻底啊 对吧 哦 还在加 色香味俱全 我们这是 接近182分 三倍啊 还能 秒杀了呀 卧槽 这个驴吃这个都已经吃到上天堂了 都流眼泪了 我赢了 我赢了 victory 好恶狗啊 能个彻底啊 你通过测试了 有了我的祝福你可以进行了 还给了我们一个头巾啊 我们得去城里找点这个 给了我们个什么 给了我们个锤子 OK 这锤子给你帮我们拆夹啊 哎呦 你这掉一个胡萝卜引诱啊 这个 可以啊 这个地方就像封人院里一样 那我们得去找人 搞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床是吧 绝了 斯佩克能把门打开一下吗 他的驴神兽斯塔格 哎 那个人不会是鬼吧 他说不定是个危险精神病患者 好吧 他想要 我想要置办一张新的床啊 那我们应该去哪买呢 你可以去商业街的圣灵木箱店看看 穿过隧道再左转几个玩 OK 哎呦这游戏我感觉其实就是个RPG游戏啊 对不对 但是好像没有升级远 OK啊 好了因为这个试完时间的限制啊 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啊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特级厨师啊 Epic Chief 然后登录了这个Steam Switch以及PS4 xbox的名台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游戏目前已经发售了 好了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的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